但是我忘記介紹三軸穩定儀 不用講不用講 現在沒有差點 只是分享一下你使用上 我就用這個 然後因為我們團賽要要介紹那個 設備 廚房的設備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錄 然後他在錄 他在錄的時候 他就是會對自己的聲音 然後就全部錄進去 然後外面雜音就幾乎都錄不到 然後所以我們在講的時候 做影片的時候就很好用我覺得 然後在我們影片後製的時候 我聲音也很清楚